汉字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符号 简单也有大乐趣 探寻笔画间的逻辑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字思维 《日中为世》最后一节课的课堂 我们今天讲关于人类的交易 前面四节课讲了非常多的内容 人们为什么要交易 人们交易中遇到的两个大难题 人们交易聚拢集合在一起 然后太阳落山又各回各家分散 一天的交易终于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大家根据我们的故事 根据我们的图画 好好地去体会一下古人一天的交易的情景 其实在今天中国很多的农村都依然保留着这样一种交易的传统 我们叫什么呢 叫赶集 赶大集 每隔几天 大家都从十里八乡 聚拢在一个固定的约定的地方 然后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进行交换 非常的热闹 我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现在为数不多的村庄去参加一下他们的赶集的大会 说到这个交易 神农士想得非常地细 他想到一个问题 我拿一个被 要买米 遇到一个好老板 他给了我这么多米 哎呀 我赚到了 遇到一个比较抠门的老板 他只给我这么多米 那我就吃亏了 同样的被换来的东西却不一样 我要买一根麻绳 有人给我这么长一根 有人只给我这么长一根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交易真正要公平 必须保证在同一个市场内用同样的被能换的东西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么怎么样来规定交易的数量和长度呢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度量横系统 我们要有称量事物的工具 也要有测量事物长短的工具 那这个神农士是如何解决的呢 神农士啊 用一个长长方方的一个木头做的容器 上面呢宽 下面呢窄 是一个梯形的结构 把这个东西呢 用来测量物品的体积 就是说它到底有多少就用它来测量 这个东西加上一个霸子 手可以拿到这个霸上 然后呢 这个霸加上一个防止手滑的一个横幕 拿在手里 这是一个霸 上面一个横幕 上面呢 就是我这个像大勺子一样的测量容器 这个东西竖着拿 横着拿 竖着拿 这个东西叫做斗 写上汉字呢 是竖着的样子 把它放平呢 更像一个勺子的样子 我们天上的星星叫星斗 这个斗就是我们说的北斗七星 大家看一下北斗七星 是不是这七颗星 如果用一条线把它们连缀在一起 样子就很像我们这个斗呢 就称它为北斗星 这个北斗星呢 在不停地转啊转啊转 但是有一颗星 就是在斗饼的最末端的这颗星 是永远不动的 这颗星呢 就叫做北极星 就是我们夜晚来定方向的地方 永远出现在北方的天空 这个北极星围绕着这个斗饼 不停地旋转 但是北极星是不变的 斗就是这样的一种测量体积的容器 所以呀 每一斗的大小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呀 对了 必须是一样的 每一斗的大小 必须都一样 所以我拿背 老板买一斗米 他给我一撑 一斗 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米字对不对 一刮正好一斗 老板我也买一斗米 他给两个人的一斗米 是一样多的 就不会有人吃亏 有人占便宜 这样交易就公平了 这个斗字 今天的减起写法 写成两点加上一个十字 这个两点呢 其实表示的就是斗里面可能会装的东西 下面的一竖呢 就是手拿住的地方 他读作 斗 表示呢 这样的一种容器 一斗有多大呢 一个斗大概有这么大 还是不小的 一斗 中国一个词语叫斗胆 什么叫斗胆 我们胆 是人的身上的一个小小的器官 分泌胆汁 用来消化我们吃进去的油脂 它呢 跟肝长在一起 跟我们肝脏长在一起 所以叫肝胆相照 胆就这么大 一点点大 中国人认为呀 这个胆的大小 跟你的勇气 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胆 如果长得比较大的人 他的勇气 也会比较的多 我们这样 管这个呢 叫做大胆 如果呢 他的胆比较小 他的勇气呢 也比较少 我们管这个叫胆小 胆小鬼 所以呢 这个胆 从我们身上的一个器官 可以表示我们的勇气 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胆 分泌的这个胆汁啊 确实对人有镇静的作用 你的胆汁分泌越旺盛 你在遇到危险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就会越保持镇静 显得勇气比较充足 这是有道理的 现在这个胆有多大 有斗这么大 这个叫斗胆 你看看 本来这么小的胆 变成斗这么大 所以斗胆什么意思呢 斗胆就是大胆 斗胆呢 是一个表示谦虚的词语 只能用在第一人称 只能用在我的身上 我斗胆 给您提个意见 好不好 李老师 学生斗胆 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斗胆 就是大着胆子 古代的大臣 对皇帝说话叫 臣斗胆 斗胆就是大胆 大胆跟斗胆意思是一样的 不过大胆呢 用在别人说在第二人称的身上 比如说 大胆 你怎么敢这样 不能说斗胆 你怎么敢这样 不能这么说 大胆呢 用在别的人称 用来呵斥别人 所以斗胆跟大胆 它的区别 就是用在不同的人 我斗胆 你大胆 大家记住他们的用法了吗 斗祖上的词语 还有一个叫做海水不可斗梁 斗这么大 海那么大 用斗去一勺一勺一瓢一瓢一瓢的去咬 去撑上这个海水 那得要合年合月 所以这句话比喻的是一个非常广博的 一个伟大的事物 不能用很浅显的很小的见识去评论它 去观察它 它还有一句话叫做 人不可冒相 两句话连在一起说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梁 什么叫人不可冒相呢 冒 一个白加上一个人 记得吧 我们第一节课学过了 长得好不好 不能用它的美丑 来判断这个人的品行 人是不可以用长相来评判的 就像海水 不可以用斗来称量 一个道理 所以斗在读作三声的时候 表示的都是这种容器 或者这种容器的形状 还有一个词语叫太斗 太山是人间地面最崇高的 最了不起的一座大山 五月之首 而天上最了不起的就是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座 这个是我们认为天上的坐标 所以地上的太和天上的斗合在一起 主词叫太斗 什么意思呢 太斗就是一个领域里面最了不起的 最权威的大师大人物叫太斗 这个人是电影界的太斗 拍出了无数的好的作品 他是漫画界的太斗 画出了非常多筷智人口的动漫 所以大家注意 太斗的斗都要读作三声 有同学会说 老师 这个斗还可以读四声 读作斗 战斗 打斗 斗工 对了 读作四声怎么办呢 同学们 你们要知道 斗 其实只有一个发音 斗 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字 斗 古文字写成这样 大家一看 是不是就能明白 两个人 怎么样 纠缠在一起 在打架 老师 这幅图好像我这些会见过 对了 我们在故事中 给大家留下了伏笔 是不是在我们的故事中有一页 大家在市场中因为交易 很难进行 甚至都打了起来 打斗的斗 两个人伸出手 纠缠在一起 写成今天的楷书 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还能看出 人在打架的样子呢 斗表示fight 注意 他的意思 是战斗 是两个人在打架 跟这个称量容器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今天 简化以后 把他们强行合并在一起 因为发音比较像 一个三声 一个四声 大家特别要注意 他们读不同的音 实际上是不同的字 我们这个斗字 给大家讲一个 跟这节课有关系的字 这个斗 里面加上一个市场的市 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是闹吧 对了 这个字就是闹 闹不是热闹 闹是闹事的闹 中国哪个地方最容易打架 知道吗 菜市场 市场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方 一个斗 加上一个市 在市场里面打了起来 闹市的闹 大闹天宫的闹 所以闹 外面这个斗 看起来 蛮像一个门的 今天写成一个门 不是门庭弱势 而是在市场中打架 这个就叫做闹 由斗和势组成 对我们今天的故事很有关系 是不是 神农士除了做出这个斗 来规定物品的体积 测量物品的多少以外 还规定用自己的小腿的长度 像李老师这样 坐在这里 我的小腿 颈骨在这里 用自己小腿的长度 来表示一个长度单位 这么长 这个叫一尺 大家看这个尺子怎么写 首先侧面是一个坐着的人 这个我们在第二个故事学过了 施 是一个坐着的人 就像李老师这个姿势 坐在凳子上 是不是 很像 手 他的屁股 小腿 在这个地方加上一笔 我们简体字写成一那 这个像个括号一样 扩住哪个部分呢 扩住他小腿的部分 所以注意尺是什么 尺就是他的小腿的长度 所以上古时代的一尺蛮长的 有这么长 大概三四十厘米 今天的一尺 三十三厘米 三尺为一米 但是在古代 绝大多数 李老师告诉大家 绝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说的尺 是按照周代的标准 一尺是多少呢 大概是小腿长度 大概就一半 取近骨的一半的长度 二十二点几厘米 二十三厘米不到 取这样的一个长度 叫一尺 所以古人动不动说 七尺男儿 七尺男儿有多长呢 大概一米五几 身长八尺 有接近一米八了 一米七几 一米八 这样的高度算是很高的了 身高八尺 算很高的了 所以大家注意 通过这个 就可以换算 古人大概有多长 很矮的人 像五大郎 我们古代说 五短身材 所以他只有五尺 五尺的人有多高 五乘以二十二二十三 就是一米出点头 这个是个侏儒 长得很矮很矮 就一米多一点 所以能够判断古人的这样一个身高长度 尺 大概古代是这样的 周代的标准 只有这么长 这个尺字啊 是一个中国的标准长度单位 以尺为标准 这个尺字 如果说 它的一纳 写成横折钩 注意了 尺一纳 变成横折钩 里面加上一个正方形 加上一个square 表示的意思呢 就是一尺见方的面积 一尺 这么长 画一个正方形 以它为边长 画个正方形 就这样 这个就叫局 对 大家认识了 这个叫局 局是什么呢 就是尺方 一尺见方就叫局 同学们看看 这个局大不大呀 特别小 对不对 我们一只脚放进去 差不多 两只脚就有点挤了 局就是这样 特别的小 所以主词叫 局处 局限 局是很小的 我们呢 要把这个局给打破 要把这个局给冲破 才能有更大的空间 这个词语 就是我们今天很热的词语 叫格局 格就是格斗的格 打破的意思 打破局限 才能有宽广的胸怀 才能够容纳更多的事物 这个就叫格局 每个人呢 都要胸怀宽广 我们不要有局 而是要格局 这个尺啊 在我们中国古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准单位 今天我们的基准单位叫米 所以我们向下有分米 很小很小的细节 因为寸就只有这么长了 十分之一尺 那么分是十分之一寸 是不是就更小了呢 所以分寸还可以组词 比分更小的叫梨 厘米的梨 十梨为一分 比梨更小的十毫为一厘 所以啊 毫里之间就真的小得不得了了 你以为毫就最小了吗 不是呢 十乎 忽然的乎 为一毫 你以为乎就最小了吗 不对 十微 为一乎 所以中国有一个词语叫 微乎其微 微和乎是最小最小的单位 最小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纳米级的 这个叫微 十微叫一乎 微乎可以组词 十乎叫一毫 毫里可以组词 十毫为一离 十离为一分 十分为一寸 十寸才是一尺 大家注意了 这都是十离制的单位 所以说 尺变成一个基准单位 这个尺向大的方面发展 有这么几个单位 第一 八尺叫一寻 也叫一刃 寻和刃是一样的单位 寻呢 就是人的手伸开 双手伸开 这个呢 就叫一寻 用来丈量长度 因为人双手伸高的长度 跟人的高度是一样的 所以寻字 大家请看 上面一只手 下面一只手 两只手分开 表示丈量长度 八尺男儿 正好测量八尺的长度 一片孤城万刃山 一刃是八尺 所以万刃就是八万尺 而丈是十尺 所以万丈深渊 比万丈深要高那么一点 但是丈也不是最高的 更高的叫做长 长长的长 表示一个长度单位 它有多长呢 它是十六尺 十六尺为一长 八尺为一寻 祖词叫寻长 发现了吗 原来寻长跟尺寸 分寸 毫厘 微乎 一个道理 都是长度单位 所变成的一个词语 好了 日中为市的故事呢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同学们 当我们在商场里 在超市里 用钱去买各种各样 琳琅满目的商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联想到 在远古的时代 我们的祖先 也和我们一样 只不过呢 他们用的是网 装着一网兜的 这样的背 也是在市场里面 赚来赚去 也是在挑选 自己心仪的产品 这个呢 就是买卖的买哦 古人也是有自己的钱包的 神童是 为我们的商品交易 花尽了心思 从立竿侧影 到选择背类 作为一般等价物 再到发明斗 发明长度单位尺 为我们的交易 创造了非常多便利 和公平的条件 我们今天呢 在交易的时候 可千万不能忘记它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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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